来 各位伙伴 这边是放0到6岁的花卫本 然后这边是小学的议事书 然后他们的阅读本 然后这边都是自伴的社会的小品 小品的文章 那个书都放在这里 古人说开俊有意 直接了当说明了阅读的好处 为了让育幼院的孩子 能够有更多好书可以阅读 启发他们的语言能力和智力发展 救国团土城汉新庄团委会 发起捐书活动 号召有心人来捐赠书籍 让弱势的孩童 能够有机会读到更多好书 我是救国团新北市土城区团委会 会长王凤珠 我们今天所办理的是 募书活动捐书 我们要最主要我们是要 把我们今日所得的书本 赠送给予景美中育育幼院 还有大员的童话育幼院 所以我们希望各位 一公好朋友还有我们的市民有兴趣的大家一起来捐书活动 跟我们一起分享爱 我是新串区的团委会会长刘金潮 这是很荣幸在土城 土城区的王凤珠会长邀请下来参加这一次 由土城区团委会主办的募书活动 因为我们旧团本的公益服务健康 教育四大核心目标 所以我们希望把书捐给有需要的人 让社会风气能端正社会风气 也希望能带动让大家能多照顾这些弱势族群 箱子里装满的好书都是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 而且大家都认同书籍是我们在生活里不可以缺少的物品 有了书可以充实自己的知识 遇到不会的问题也可以往书里面去找 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答案 书本可以带领我们走向光明大道 用书来做爱心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有看到我们土城团委会在网络上有公布说要捐书的活动 我想说我自己小孩子也都长大了 我提供了很多的绘本 希望说帮助更多的有育幼院的小孩子 我今天看到大家也都很认真在整理书 也是留下来帮忙整理书 感觉那种气氛是非常的好 而且是做善事 那种心是非常的快乐的 我们是经由新中旧国团会长的总招 然后重远所有的义工志工跟干部群来募集一些绘本 然后我们有募集了200多本的新的绘本 来捐赠给这些需要这些全新故事书的小朋友们 除了制政书籍之外 救国团新北市板桥卢州土城终身学习中心 都设有青年书柜 期望让社会大众养成阅读的习惯 有好书可以看引领台湾成为书香社会 数位天空新闻 土城报导